美国肯塔基州的农业局每一年都会在早餐会上拍卖火腿 标到的善款要投入公益活动 今年农业局拍卖了一块8公斤的火腿 最后是以1000万美金相当于是台币3.2亿落缺成交 一块重约8公斤的火腿 最后以1000万美金被标下 相当于台币3亿2000万 平均一公斤的拍卖价约4000万台币 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跟他丈夫 加上当地的银行总裁一起标下 拍卖索德将拿来帮灾民盖新房子 肯塔基州农业局 每年都会举办乡村火腿早餐与拍卖活动 今年有1600多人参加 日前身体出状况的参院少数党领袖 麦康诺也出席 火腿拍卖会打响知名度 成交记录一再让人跌破眼镜 刘勇为编毅